大家好 我是 Tim哥 我們上禮拜分享了 Apple Watch的彩虹版 但很多人就說 那我Apple Watch用了這麼久 至少我從第一代用到現在 那我Apple Watch用到現在 到底哪一些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用的功能 今天分享給你們 但我先抱怨一件事情 我的第一代的Apple Watch早就不見了 你知道早就不見嗎 你猜對了 我送你Apple Watch S8 最新版 9月 你猜 有 都有 都有 被偷了 什麼在哪裡被偷的 粉絲如果也猜對了 我跟你講好不好 去發表會的時候被偷的 什麼發表會 如果的吧 答錯 答錯了 我跟你講 片樓回來 有紀錄為證 我先搞定你們 你們兩個還有各一次機會 然後 三星發表會 三星發表會 各位 各位 他們都猜錯 你們猜猜看 如果你們這個下面留言猜對了 我一定會說你猜對 我這一題的最終答案 會等這一部影片上完以後的兩週 我會在生活科技週報裡面公布答案 你們都猜錯 好啦 那我們就進入小技巧教學 好 我現在常用的 我先講第一招 第一招 其實是最簡單的 導演都知道 我是什麼 老人 有時候從Apple Watch看 文字 想要把它變大 那文字怎麼把它變大呢 非常簡單 你先找到這裡 然後你進來Apple Watch的APP裡面 然後你這邊有個螢幕顯示與亮度 這裡把點下去 然後這邊就有個文字大小 你這邊就可以去切換你的文字大小了 像我自己放到最大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你可以自定義訊息去回覆 這什麼意思呢 你有時候在回留言的時候 是不是有時候你可能常常會 有一些是你自己的口頭禪 或者是你自己常常會遇到的 像以我最常的就是什麼 我現在正在拍片 晚一點回覆你 那如果你要從手錶在那邊輸入 你是不是覺得很麻煩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自定義訊息回覆 那到底怎麼做呢 很簡單 點進來 然後這邊有 訊息 好 進來訊息以後 你看這邊有一個叫自訂或預設回覆 有沒有 那這邊你就選擇預設回覆 好你看我這邊 因為我每天到了快7點的時候 都會問說 晚餐Tim嫂想吃什麼 你看我就已經有預設好了 或者是我在拍片 無法回話晚點聊 或者是這邊 你還可以再繼續加入 比如說你在加入什麼 不方便回應你 好就這樣 好了以後 你以後 就有一項快速鍵的感覺 就搞定了 你看我們剛剛設定好了對不對 你看 下面就有了 我就說我在拍片 無法回應你 我就送出去了 是很方便 甚至於呢 剛剛我們 我有說 等一下打給你好嗎 對不對 是不是很方便 我再開車晚點回覆 再來呢 我們現在時間其實是什麼 比如說現在拍攝時間是6點09 你在手錶會看到6點09 可是有時候有些人就像我 你可能要調快10分鐘 你這樣就永遠不會遲到 導演你應該有這經驗吧 有 好那 Apple Watch可不可以 可以做 怎麼做呢 一樣你就進來對不對 然後先到這邊有個設定 然後你就選到時鐘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時鐘 這邊有沒有一個加幾分鐘 你有沒有看見 這裡喔 然後你就選擇加10分鐘 所以加10分鐘後等於是多久 現在是正確時間是6點10分 但是你的Apple Watch 它是6點20 所以你調了Apple Watch時間 你標準時間還是沒有變的 是不是很棒 好再來呢 就是說有些的表盤 你覺得不錯你想要分享 比如說我想分享給導演的話 你就一樣這樣按壓 然後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 按下去 你就可以給誰了 比如說我就這個樣子 它就會傳統這表面 就可以成功了喔 另外一個是 你也知道 在Apple Watch的5 6 7 它都有一個叫 Always On的功能 那Always On的功能 你也可以調整喔 怎麼調整 你按一下 然後到這邊設定 這邊有一個螢幕顯示與亮度 這裡把它點下去 往下環 這邊有一個 這個 喚醒持續時間 它有15秒 跟70秒 你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但我覺得70秒 變相會比較耗電一點 所以我還是會選擇15秒 再來就是鬧鐘了 那鬧鐘是不是大家都有個 攤睡按鈕 就是說你可能能設定3點半 可能3點40 它會怕你沒有醒 然後這個就是攤睡按鈕 那你可以從Apple Watch關掉 可以啊 來這邊 然後你選擇 這邊有個鬧鐘 按下去 假設是3點半這個鬧鐘好了 你把它壓下去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稍後提醒家 把它關掉 就沒事了 還有你可能常常會跟朋友約好對不對 那你朋友或者是像Tim才會說 你現在人在什麼地方 那你也可以做 你就點進來對不對 那你們看到這邊有訊息 訊息呢 你看 這個是我剛剛跟哲別拉在聊天的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 繁送位置 點下去 他說允許訊息 然後把你這個位置嗎 你看 你就說 允許一次 然後這邊還有個準確 是不是就好 還有一招也是我很常用的 什麼呢 一樣我們今天手機也有 你可以到手機的Apple Watch的APP 點進來 後來這邊有個聲音與觸覺回饋 按下去 在最下面 你看我有開啟的 這邊就是 如果開啟此設定 收到提示時 可以將手掌蓋住螢幕至少3秒 就可以將Apple Watch靜音 那啟用靜音後呢 你輕點一下你的手腕就可以做確認 那這邊把它開槍就OK啦 是不是很方便 導演有沒有用 有非常有用 可是好可惜喔 你沒有一波RXS8 好可惜喔 但是老實說 因為我真的是每一代都有用 是不是除了第一代被幹走以外 但我覺得用到現在其實 像Always上的這些功能 還有我現在其實有開始 有在運動 因為Tim嫂帶我去運動 運動功能我就不講 運動功能 我們是那個 世外快走 世外快走 世外快走是運動好不好 我媽也這樣講 好啦 像剛剛介紹這些的是 我真的自己都有在用的 好不好 那有問題的話 下面留言喔 還希望我拍什麼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次見 掰掰 來 提示大家 Tim的那個故事 他曾經有在影片裡面聊過 哪裡 你在拍片的時候 有講過這個故事 各位 從我的一千多支影片 看你找到找不到 提示大家 我是這兩年才進公司的 所以是兩年內的影片 好 掰掰 哪一次我也不記得